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庆林 行动载具跟人工智慧的蓬勃发展 其实在电子商务方面有爆炸性的成长 结果我们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朋友找工作的时候 也越来越喜欢有关于电子商务方面的工作了 前一阵子我看到 111人力银行有一份调查资料 就非常有趣 我们今天进一步来看一看 上班族转战电商的一些意愿调查 在我们现场为大家连线的是 111人力银行的总经理刘美奎 哈喽美奎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美奎先帮我们听众朋友定义一下 所谓的电子商务 什么叫做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大部分大家比较常常接触的 可能比如说我们比较知道 是我们在购买 像PC Home 阿里巴巴 淘宝 这些等等的一些店家 可能我们在线上可以去做一些订购 然后送到家里来 这样子的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电子商务 但其实还有一些更广泛的意思 譬如说像服务业的餐厅 它可能利用的一些媒体 像我们以前就是人工去点餐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用机器 或者是用POSE系统去做点餐 这些也是一种电子商务的服务的一种 台湾的零售电子商务成长非常的快 对不对 是 我们参考经济部统计的数据 台湾零售业电子商务的营业 真的是逐年成长 从2013年的零售业1000亿 到2016年已经成长到2212亿 等于短短三年之间就翻倍成长 年增12%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上班族 找电子商务方面的工作吗 比例变高了 是 没有错 这一次我们英英人力行调查 有发现 高达8成3的上班族 其实都是有意愿投入电子商务的产业 那里面其中已经有5.3%的上班族 已经在电商产业已经做任职当中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 大概1%左右将近快2%的人 曾经投入 可是已经离开了 没错 那现在目前只有不到一成的上班族 对于投入电商产业 感觉兴致缺缺 那我们也有进一步了解 那我想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大部分的人以复选的方式作答 前三个比较大的 第一个的原因就是电商是未来趋势 这个比例是最高的 大概占到六成多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以后大家人人都会接触 然后而且不只是刚刚我们讲的 所谓购物的这个部分 连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产业的服务 这些可能都会有等于很广泛的运用在这个上面 那其次呢 是譬如说像我可以兼职增加收入 而且呢最主要是期待薪资的待遇可以提高 所以这个就是有意愿投入电商的产业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刚刚有调查有一些人是兴致缺缺 为什么呢 不敢投入或是已经离开电商的原因有几种 第一个是他会认为本身的职能不足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进入这个产业发现 他呢产业步调很快速 所以有一些东西的技能 他希望说我再离开一下再去修补 或者是我们进修学更多的这个部分 我们再进去这里面 所以有些人会暂时离开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有提到的 是投入的主因也是离开的主因 是 就是薪水没有成长的空间 对有的人当然就希望说 如果我能够投入这样子的产业 尤其现在这么夯的产业 我当然是希望我自己的口袋可以薄薄的嘛 但是如果当有薪资跟原本的工作比较起来 他没有成长空间 他就可能会选择离开 或是他可能不会去投入这个部分 是所以说薪水的话 就等于跟自己的预期值可能有一点差距 是没有错 在电商工作我们持平来说 他大概的平均待遇或者是工作时间 还有说的工作的弹性 亦会是说他的一些福利方面大概是怎么样 是我们来说 其实呢电商最受到上班族欢迎的福利 就是弹性工时 我可以弹性在家工作 或是弹性上下班 这个对于很多有些甚至二度就业 不管是妇女还是爸爸们 其实都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我如果可以要兼顾家庭 跟生活上面 然后又可以去赚钱这个部分 弹性工时对于很多人来讲吸引力就会很大 那我们这次有调查 在上班族如果进入电商前的产业的平均薪资 大概是三万七千多元 可是他呢 其实进入电商产业的期待薪资 大概有高达五万四千多 差很多呢 是两者差了就差了一万七千多 等于是投入前后的薪资成长预期 是希望将近到四十六%左右 所以呢 我们这次也进一步教他分析了解 薪资如果介于两万五到三万五之间的人 的上班族哦 他的投入电商意愿就是最高了 因为就是比较多嘛 没错 就会希望说我可以因为这样子 有的人可能是刚刚我们前面讲 呃兼职 那我就可以去堆叠我的薪资 有的人是直接就转战 直接进入电商产业 甚至我可能自创 就是我自己去做呃 自己创业经营电商 那有些是进入某些企业的电子商务部门 甚至有现在目前大举进 台湾市场的外资电商等等的 其实有很多上班族都想要进入这一些的企业 这样子 是刚美国有谈到说平均薪资三万七是起薪 对不对 是 那起薪 当然我说我进入这个电子商务这个领域当中 也许我当然没有经验 我可以忍受三万七的起薪的话 他的薪资成长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吗 呃电子商务 我觉得他的弹性空间很大 像我们比喻 假设如果我是以企业在电子商务部门的 我在企业里面其中一个部门 其实大家就会比较能理解说 因为他其实就是所谓的一般员工 只是他做的工作可能属于电子商务的这个部分 那他就会依照公司的一些条件条件 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或是逐年的去做成长跟升迁 但如果跟自己的创业自行经营电商去做分别的话 那落差就会很大 因为其实自己就整理是自己是老板了 那我可能跟我自己的收入跟营业额会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 其实像有一些人像会利用一些平台去自己贩售一些商品 然后呢 进而变成是自己的所谓自创的品牌 然后呢 去做一些呃 就是网路上面的这些经营贩售 有的人可能月收入十几万都有可能 嗯 是就有些可能比较红 卖的比较好的东西 哎 说不定就正走出自己一条路了 没错 没有错 但是我也可以想象走的辛苦的人一定也很多 是 我们举一个个案好了 因为这个个案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 他其实呢 是28岁的一位曾先生 他在知名国立法医系毕业 本来的工作是商标专员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都还 嗯 听起来蛮不错的 而且法律又商标哦 是 没错 但是因为呢 他的工作经常性要加班 所以薪水虽然40K 他还是选择离去 可是他很特别哦 他因为看好印尼人口的红利 加上政府因为大力推广这个电子商务 所以他就大胆的转换跑道了 他直接花了两个月时间去研读 然后顺利考到两张数位形象能力的证照 然后呢 再争取到去外贸协会哦 去有一年的专案训练计划 一直到了雅加达当地出差 哦 那这等等的进行一些市场研究啊 等等的一些过程哦 这一年其实很辛苦 但他这一年他学会了印尼语 然后也累积了电商知识 然后很幸运的他在印尼当地呢 也认识了创业的台商老板 所以呢 他现在目前的月薪加奖金就上看了70K 哇 他就等于快要翻倍成长了 但是呢 这当然就是大家听起来就觉得 哇好棒哦 可是其他的中间过程 我们刚刚讲了 一年内 然后呢 花两个月的时间考了两张证照 然后又在印尼内学会印尼语 这些其实中间过程蛮辛苦的 我需要是哪些能力或是哪些科系 适合做电商工作 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吗 我们应该是这样说 有很多的电商产业 我们大家比较低一个的印象会想到是 科技方面 资讯方面的人才 对 那资讯方面的人才 因为他可能直接跟系统面的部分有关系 说真的 因为这样子 这方面的人才因为具备基本能力 所以进入电商的产业门槛比较相对比较低 不过呢 我们也有进一步交叉分析发现 像目前任职与传产制造业的上班族 他投入的电商意运也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像现在电商的那个蓬勃发展 相对应有些传统产业机会会遭到压缩 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几个案例是 有可能是他不是同个科系的 对 甚至呢 我可能是不是这个专长的 那我愿意去学习 直接去学习提升这个专业技能 直接进入电商产业 我们进入电商产业有很多人 其实他并不是电商相关科系的 这些领域的人 因为其实学校有一些会教一些 比如数位行销的课程 甚至可能行销相关的课程 然后我知道还有一些学校开网红的课程 是哦 对 那有一些人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产业就是新的 然后而且又是很夯 那有的网红他可以大赚钱啊 没有错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广泛性的 所谓的电商的一个领域哦 没有什么一定 有些人可能外语能力 他们就会去学 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范例 他就是他就学了外语能力 或者是他本身就是外语能科系的人 他可能在进入电商 可能就有不同的创新的发想 那他就很容易成功 因为电商他的持续产业的变动性非常的大 所以有很多人哦 就会觉得反正我新进进来 我只要有独特性 我创新 我就可以有机会及其之随 求职的人对于电商这样的工作 其实蛮多 越来越有意愿 那求财的部分呢 企业所使出来的职缺 在你们平台上面是不是也看到了 其实增加的趋势 有非常多的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 呃 其实餐饮业者提供的数位服务比例是不断的提高 其中里面有六成六可能经营社群网路或是LINE 大家都有时候会加油的时候 去店里不是会有那种Facebook打卡 对 对 其实那都会有需要 对 小编的经营 或者是去去做一些资讯的分享 这个也是电商的一种服务 甚至哦 里面可能有三成一的餐饮业者 他已经提供了行动支付 其实跟前一年的相比成长都幅度超过10%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呃 就是不止在零售业 电商物已经渗透到非常多的产业当中 尤其我们刚刚有讲到 经营网路社群这件事情 是非常多的产业 他现在会去做个转型 然后希望 甚至连传统产业都希望说 我要怎么把我自己的东西包装出来 他也是行销的一种 嗯 那包装出来之后 我推广出去 甚至利用社群经营的这些方式 然后呢 来去进一步 然后去贩售自己公司的商品 跟推广自己的品牌 这些都是非常多人去 要抢要的人手这样子 是 如果我们要知道 我现在的能力 适不适合的 现在的行业 我是不是应该到人力银行 先注册一下 或者是去观察一下 才知道说 哎 现在到底 这企业需要的能力 人才是什么样的方向吗 现在目前 应援力银行 就是有提供非常多免费的 这些 譬如说测验啊 然后甚至 可能我们 像我们有个九大职能星 它其实是针对亚洲人 然后去做设定的 因为我们很多测验 从欧美国家那边 其实引进到台湾 那九大职能星 它是完全符亚洲人的 那个常模 然后去做比对 就像如主持人说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小测验 或者是利用一些 工具职能的工具 这些呢 人力银行上面 其实都有 那我们其实 透过这个职能 甚至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学校老师 他会请我们进一步去 跟学校的同学分享 就是如果我今天在 譬如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可以先做一些职能分析 分析完之后 如果我哪一个部分不足 我在后面的时候 我还可以去增加 一些自修的课程 或是我可能可以 调整转换课系 有道理 不要等到毕业才去做 是 所以现在很多的学生 很聪明哦 他们其实在提前 就会到人力银行 去看一下这些资源 甚至会要求老师说 可不可以请人力银行进去 让我们就进一步去做询问 跟了解咨询 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快 跟所谓的职场上接轨 那如果能够在职场上 更快的接轨的这个状况 让他们可能不会 很多人都很怕嘛 毕业就是失业 现在有很多的学校 跟产业去做合作 这些都是会让 就是我们的那个 产学 落差不要太大 让大家出去的时候 可以越来越多的 慢慢在进入职场之前 去调整 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就会 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是 做错测验 不用钱了 是 没错 很重要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1111人力银行的总经理 刘美奎 谢谢美奎告诉我们 上班族前进电商医院的 这个报告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